好 讲完中间之后呢 我们再拿这个demo的例子呢 对比看一下我们之前 这个blog express这里面的 这个app.js 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有好多个app.js 对吧 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app.js里面传作了 第一个参数 如果只有一个参数等 那就是一个中间的函数 对吧 所以说 按照这个规则 你看这个logger 第一位 它返回的是个什么 它返回的应该就是中间点 对吧 包括这个返回的也是中间点 包括这个返回的也是个中间点 包括这个 虽然说我们后面要注视 这个也返回的中间点 然后 路由里面 我们看路由里面 我们看这个blog和user 我们之前写的 看这里面 它也是个中间点 对吧 然后它也是个中间点 没问题吧 只不过它第一个参数是路由 是吧 再往下 404处理的这个 也是个中间点 因为它是一个next next就往下执行 然后这个里面 这个error handler 它也是个中间点 所以说 这么一数理的话 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交手架 处理化的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就很清晰了 虽然说我们是用这个logger 就是这个moken 也是用这个APS本身的这个json 以及URL included这些东西 还有个cookie puzzle这些东西 我们虽然说用的是它一些插件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插件也都会符合中间点的一些规则 它反复在中间的函数 所以说 它要符合这么一个规则 我们才可以用 对吧 以及我们在blog里面 或者说在user里面 我们去写一些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也要符合中间点的逻辑 才能完成这个express这个工作 包括我们后面要单独出入一个中间键 叫login check login check就是登录验证 登录验证那个 我们要单独给它抽出中间键 然后我们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去 我们先举个例子吧 就是类似于这种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中间键 login check 我们可以放在这儿去做登录验证 对吧 这样的话就单独拆出来了 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和我们这儿定一个login check 然后在这儿去引用 是一样的 对吧 好 我们先把它删掉 后面再写 然后还记得我们之前说 什么是框架 我们说了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呢 就是说它去封装了一些 我们常用的一些操作 不用我们再自己去关注底层 关注一些详细的API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是它制定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能承载我们写的代码 以及承载一些第三方开发的一些插件 能拿过来直接用 所谓的这个标准呢 就是一个中间间的一个标准 中间间的一个流程 我们等讲完这个XS使用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讲这个中间间 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会亲自写大约100号代码 来实现一个中间间的逻辑 到那个时候呢 大家应该就非常非常的清晰 说Express它是个什么样的框架 它怎么去用 以及它最核心的中间间的原理 是怎么样的 这些呢 我们都不是很着急 我们先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看 最后呢 我们先做一个总结吧 这个总结是这个Express介绍的一个总结 虽然说我们Express还没有正式开始用 对吧 但是我们介绍这一部分呢 也讲了很多 所以说先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处理化代码中各个拆的作用 这个作用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像什么处理PostData 像处理Cookie啊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统一处理日志啊 这些说法 处理路由啊 等等这些 再往下呢 是Express如何处理路由 这个我们最近不久才新建了那个Blog.js和YouTuber.js 我们模拟处理了Get路由怎么去处理 以及PostData这个路由怎么去处理 对吧 然后再往下就Express中间键 它是怎么样的作用 中间键那个定义其实是很简单的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它是怎么去运转 怎么去一步一步通过Next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以及那个中间键匹配的时候 它是根据什么样的路由规则来匹配的 这个是比较核心的 好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写 通过Express再去把那个博客系统给它做出来 那就非常非常的轻松